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些不好的风气 其次林如豪完全可以进入南兰教练组来负责教学球员的技术 真实该说法的原因是下低 林如豪征战了多过赛季的NBA联赛 他已经掌握了NBA级别的训练的方式 所以从训练水平上来说 林如豪完全不输给那些专业的训练师 第二 林如豪是华裔球员 他更能充分地了解中国球员的体质 以及身体的各项 机能 从而制定出最恰当的训练方式训练计划 第三 林如豪是后卫球员 他也可以帮助国场后卫提高比赛的一个大局观念 最后 郭志强完全可以以助教的身份进入拿来教练 从而帮助球员制定更多的进攻战术 因为郭志强最擅长的就是从战术入手 各位群人还有对你怎么看到 欢迎在新闻去留言看到